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联细说Linux配套视频 我是沈超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和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进行沟通交流 本节课我们继续讲Linux软件包安装 还是讲IPM包管理当中的手工IPM软件安装 这些内容较多 我们先讲了IPM包的匿名规则和依赖性 然后讲了一下IPM包的安装和卸载 第三节课也就是上节课 我们讲了IPM包的查询方法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IPM包的教验和文件提取 先来看一下教验 什么叫教验 很简单 我们把IPM包装完之后 先把它的特征记录下来 然后当我需要的时候 把现在的这个文件和原先的文件 进行比较 看这两个文件之间是否有什么变化 从而判断我们现在的文件是否做了修改 那如果这个修改是我本人做的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就知道没有问题 那如果修改不是我做的 而莫名其妙发现的修改 说明最起码这个文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有人对它做了修改 我们主要用教验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系统文件是否被人进行了更改 那教验方式呢非常简单 只要写-大V即可 后面加包名 注意区分大小写 那么我们验证一下 还是拿我们刚刚安装的RPM包 Apaq来验证 只要后面写入Apaq的包名 回撤 那没有任何其实信息 证明这个Apaq包就是我们初始安装的状态 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那我们做一下修改 先来看看 Apaq当中装完之后会出现这么多的文件 在这个包里 这我们讲过了 用的是 使用的是-QL00 那么这个文件就是Apaq的配置文件 我们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主要是用来修改配置文件 进行Apaq的共同调整 这就是它的配置文件 改什么呢 其实随便改些内容都可以 那我这里 在它的默认第400行左右 加入一个默认的文件 网页文件名 它默认只识别index.html index.html.VR 那么我现在想让Apaq 可以把index.pp 也变成我们的默认文件名 这个文件做任何修改都可以 那我们就做这样的修改 保存即可 现在我再继续教授Apaq 大家就会发现 刚刚是没有任何提示 现在多出来了一部分 这些内容是证明 我的Apaq做了哪些修改 这个内容是我们标称这个文件的类型 这个内容标称是这个包当中的此文件做了修改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修改标志 修改标志是这样 默认是八个字符 如果有字母代表相应的对应项做了修改 如果没有字母 用点代表证明这些项是没有修改的 那现在已经修改的东西是S5和T 先来看S S代表文件大小是否改变 那我们知道 刚刚我们在配置文件里加了点内容 大小当然改变了 再来看5 5代表它的MD5的校验盒是否改变 我们可以当成是文件的内容是否改变 MD5是一种加密方式 我们在现在的互联网当中 经常用MD5进行文件的完整性验证 比如说我要下载一个游戏 访问了游戏的官网 在它的官网上就会有它的游戏的 这个客户端的这个MD5校验值 然后我把游戏下载回来 我把我下载的文件再进行一遍MD5校验 这种校验工具非常多 最常见的就是LenMD5这样一个工具 LenMD5 那么校验之后 它也会产生一个校验值 我拿我的校验值和网站的网站的校验值来比较 如果两个职一致 证明我下的内容就是网上发布给我的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的职不一样 证明最起码我下的这个数据不完整 有可能揪包 当然也有可能被别人篡改 那这就是MD5的最基本的用法 文件完整性 那我们在这里 RPM包的这个MD5 主要是用来验证文件内容是否变化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里有5 证明文件内容是变化 最后这个T呢 代表文件的时间是否修改 哎 那我们改了文件 那它的修改时间当然会变化 好了 这就是校验值的含义 那这个C啊 代表这个文件是普通文件 那除了C之外 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表示文件的方式 其中需要注意一下的是G G代表鬼文件 代表的是在这个RPM包当中 不应该出现的文件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但是万一出现了 证明这个文件是有问题的 需要认真对待 好了 那这就是RPM包的教验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是会用这个杠位 能够看懂它的输出结果即可 哎 这就是教验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RPM包当中的文件提取 呃 首先说啊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 从RPM包当中 不把整个RPM包当中 所有文件都安装 而是只提取RPM包当中的 某一个指定文件 那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做 很简单 比如说 我做了无操作 欧带系统的重要文件 有可能是命令 有可能是重要配的文件 给无删除了 那这个时候啊 我不需要把整个Linux系统 充填 我只要知道 这个文件是属于哪一个软件包 然后在指定的RPM包当中 提取出来指定的这一个文件 覆盖 就可以修复这样的错误 所以啊 RPM包文件的提取 主要是用来进行这样的修复 最常见的就是误操作 删了某一个命令 那来解释一下这个命令 首先我们使用RPM2 CPM这条命令 这个2先来解释一下 在英文当中 这个R的2和TU这个2 发音是一致的 所以在Linux的命令当中 经常有从哪一个2哪里 它的意思就是从什么格式 转换为什么格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RPM包 其实都是RPM包格式的 然后只有把它转换成为CPU格式 才可以通过CPU命令 把这个包当中的指定的文件 提取出来 那CPU命令呢 是一个用于从档案当中提取文件 或者是向档案当中写入文件的命令 那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 从指定的文档当中提取文件 那它的标准格式 CPU命令的标准格式是这样 CPU加选项 选项有-I 它的意思就是提取 从文件当中提取数据 -D 自动新建目录 -V 显示还原过程 它一般情况下 要用输入重新项 从指定的文件 或者设备当中提取数据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它不需要手工指定 输入重新项 因为它提取的对象是通过RPM RPM2 CPU这条命令所输出的 其实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什么 用CPU命令 从RPM包当中提取指定的文件 这个文件要用入记来写 在这里小心 两件事 第一 这个反写道 代表一条命令没有输完 太长了 换行 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还有一个 注意 这个点 代表把指定的文件提取到当前目录下 这个路径 一般来讲 都应该要放到当前目录当中 作为标准格式 记下来 好吧 这么说起来很难理解 我们换 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看一下 我假设 我做了误操作 把系统当中的LS命令删掉了 当然我没有真删啊 我用MV方式把它拷贝过来 把它以剪切走吧 这样的话会造成LS命令误删除的假象 那如果没有这种CTIO的修复方式 那我可能就只能重装Linux了 但是这个凑 这个错误并不大 就小了一个命令而已 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事先查好 我如果事先知道LS属于哪一个软件包 当然有人说 LS都删了回 怎么知道它属于哪个包 很简单 百度 或者用IPMFan的网站 或者用一个其他的Linux来查 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要知道LS是属于哪一个包 知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用CIPIO命令 看我这里先查一下 我们先查一下 IPM-QF是查 QL是查 QF是查文件属于哪个包 可以看到 LS属于这个包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通过CIPIO 从指定的这个包当中 提取 并下的LS 这个这个文件 然后提取到当前目标当中 哎 这就是这个命令的作用 这个命令的作用 那现在好 我们做个假象 假设LS被我删掉 不删除了 看 MV并下的LS 把它移动到探测目标下 啊 这个时候呢 再执行LS 他就会说 这个文件消失了 不能执行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找到他属于叫做CE CORE U2 这个包 把它提取出来 执行的命令是这样 先用 CPL2 IPM2 CPL 把这个包转变成为CPL格式 再用CPL ID 从这个包当中 提取 并下的LS 保存在当前目标 好 这就是这个命令的格式 我们试一下 IPM2 CPL 从把哪一个目能键呢 MNG下的 CDM下的 Pack下的 COE 哎 记不住了 CORE 有效 这个包 这个八点几这个包 转变成为CPL格式 用管道服 加矿行服 一行输入下 CPIO ILS ILS 程序就在这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ILS 复制到真正的跟下 真正的跟下的 并下的ILS当中 然后 现在ILS就可以正常说 哎 ILS就可以正常说 那 这种文件提取的方式啊 最主要的就是用来修补这样的错误 哎 我们丢了某一个重要的系统文件 这个时候不需要把整个Linux重新安装 甚至都不需要把整个这个软件包重新装一遍 都不需要 其实我们如果强制的把这整个包强制的给覆盖安装一遍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 只要用CPIO 从里面提取指定的文件 然后手工把它复制掉 就可以解决这个错误 好了 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 这节课我们讲了 RPM包的验证方式 用-V来验证 和RPM包的文件提取方法 那么 经过了这样四节课的学习 我们RPM包安装当中的 手工RPM包安装就解决了 我们总共讲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内容讲的是RPM包的命名方式 和包的依赖性 第二个呢 我们讲了安装卸载和升级 第三个 我们讲了RPM包的查询方式 今天我们讲了RPM包验证 和它的这个文件提取 那么手工RPM包管理 我们就学习完成了 下节课我们来学习 在线RPM包管理 亚目管理 好了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汐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